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11月8日向联邦法院提出请求 搁置当选总统特朗普密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 并取消所有庭讯 黄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普侃 在史密斯提出请求后很快予以批准 史密斯在8日的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 他的办公室需要一些时间评估被告为 当选总统的前所未有的情况 以确保案件处理方式适当 根据1970年代 美国司法部制定了一项政策 现任总统不得受到刑事起诉 史密斯的办公室早前表示 基于这个原因 特朗普密谋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将被撤销 除了密谋推翻总统选举结果案 特朗普还面对另外三起刑事案件的起诉 包括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骚乱案 电影后不当处理美国机密文件案和封口废案 对于对总统职务的尊重 预料这些尚未审理的刑事案都会被搁置 直到任期结束才会再恢复司法程序 现在最麻烦的反而是之前陪审团一致认定 有罪的封口废案 法官冻结司法程序宣布 特朗普任期结束后在宣判的可能性极大 最体面的做法是控方提出暂时的撤案 但案子已经完成庭审 且陪审团一致认定有罪 撤案很难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 最不体面的结果就是法官依旧宣判 给一个法定最低刑期 然后特朗普律师提出上诉 在上诉程序上搁置司法程序 封口废案如何推进 真的考验法官的智慧 有一点是肯定的 特朗普绝对不会在总统任内坐牢 在监牢里面办公 当地时间10月9日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比亚布科夫表示 俄美双方正在通过 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部渠道 这无凯问题交换意见 俄罗斯愿意听取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关于解决乌克兰局势问题的建议 俄罗斯对各国在这一领域 提出的任何想法 都给予了极度细致负责的关注 他说 如果美国方面发出任何信号 表示他们有想法 在解决问题层面取得进展 而不是继续向基辅政权提供援助 以其最终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 那么俄罗斯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对此进行分析 并制定出回应举措 从伊亚布科夫透露的最新消息来看 克里米林空似乎已经开始 与特朗普阵营进行接触了 俄方意思非常清楚 只要美国宣布停止队伍援助 俄罗斯愿意接受乌克兰 割地求和的方案 让基辅政权暂时苟言残喘 这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军援 凭什么乌克兰要听美国的呀 当然 俄罗斯和亲俄人士相信 只要特朗普一成令价 乌克兰和西方其他小国都会乖乖顺从 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想法能实现吗 现在进行这样的口水之争没有意义 之前特朗普无数次的公开表示 在他当选后的24小时内 就会让俄乌战争停火 现在特朗普的支持者 把当选后24小时解释成就职后24小时 并坚信特朗普一定能说到做到 好吧 1月21日 大家记住万众期待的俄乌战争停火的日子 我们等着瞧 我也看到一些挺污的特朗普支持者坚定的认为 相对于拜登对乌克兰援助的拖拖拉拉和挤牙膏似的小心翼翼 如果俄罗斯拒绝按特朗普的提议停火 特朗普政府将给予乌克兰远比拜登政府更强有力的果断支持 能迅速的打败俄罗斯 我坚持认为 这是不符合特朗普及其身边核心团队成员公开立场 同时违背特朗普对支持者承诺的自欺欺人 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些特朗普支持者还认为 邓哲嘉不要听他们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做什么 好吧 就按他们的说法 让我们看看 特朗普如何向乌克兰提供远比拜登更强有力的避远 特朗普胜选后 又一个牛鬼蛇神跳了出来了 10月9日 斯洛华克清俄总理菲佐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乌克兰加入北约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菲佐表示他不相信乌克兰危机有军事解决方案 如果西方继续像现在这样支持乌克兰 这样冲突就很难停止 各方应回到谈判桌前 讨论和平方案 美国大选结果出来后 最近有许多人留言 提出若美国停止队伍军援 乌克兰唯有恢复发展核武自救 这样的观点 得到许多朋友的点赞与支持 虽然我及时与大家做了交流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有必要做一个公开的回应 认为乌克兰应该恢复发展核武 这是国人多年来受媒体误导 真身蒂固的核崇拜 核恐惧思维 在这个问题上 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 首先核武器只不过是一个炸弹 并非雍和就可以胡作非为 核武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 就是打破许多人对核雍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迷思 许多人不相信俄罗斯能战败 我相信再过一两年就会有结果 其次乌克兰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 如果乌克兰恢复发展核武了 就跟朝鲜伊朗一样 公然践踏了核不扩散条约 冲击到了当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立马会失去几乎所有的国际支持 俄罗斯可以名震言顺的将其摧毁 简单的说 乌克兰恢复雍和 是所有选项中的最差选项 或者说是自寻死路的下下策 从留言点赞数量上看 我清楚大多数人不赞同我的观点 甚至让一个成年人改变根深蒂固的认识 确实非常的困难 看来只能求同存异了 随着特朗普的胜选 为迎合特朗普认为俄罗斯不可战胜 且美国不应该再为乌克兰花一分钱 俄乌战争只能通过停火和谈解决的立场 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与俄罗斯媒体 同流合乌 最近在简体中文网络上会看到大量乌克兰 支持美国援助 将很快弹尽两绝 除了投降只能被灭国的分析 包括一些所谓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 这两天很多人转发了一些相关文章给我 包括前线乌军约20%当了逃兵 乌军征兵困难 区额严重 乌军弹药只能维持6个月 即波兰之后 另一个圆无最给力的国家英国 与乌克兰关系恶化 德国政府解体了 新政府可能停止对乌援助 日本新首相难产 顾不上推进援武势影 经过三年的战争 许多乌克兰人已经感到厌倦了等等 我不想一一批驳这些虚假信息和诱论 还是让时间来验证 第一个观察窗口就是1月21日 特朗普是否能兑现其 让俄乌24小时内停火的选举承诺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绝不能被俄罗斯擅长的信息战 宣传战所迷惑 我始终认为 即使美国停止对乌军援 乌克兰也绝对不会同意割地求和 相反 乌克兰军民会在其他西方阵营 国家支持下抵抗到底 并最终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非付出的牺牲大一些 打赢这场战争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背弃了 布达佩斯备忘录的承诺 背信弃义的行为 必被整个西方阵营所唾弃 还有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留言 认为俄乌战争双方死伤上百万人 为何不能按特朗普的主张 就地停火 质问我土地难道比人命更重要吗 甚至认为我鼓吹乌克兰抵御外来侵略 只是为了自己骗取流量 我就觉得这些人为了支持特朗普 心里阴暗到了没有廉耻的地步了 如果我们的先辈们都像他这样想 现在我们应该再说日语 而不是中文 日本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文明国家了 而是另一个比俄罗斯 更残暴的军国主义政权 在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停火和谈 与坚决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抉择上 乌克兰总统赞连斯基 做了最有力的回应 自由是一代人的代价 奴隶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代价 代代相传 自由的代价很高 但奴隶的代价更高 这也是绝大多数乌克兰人的选择 从特朗普支持者最近的留言来看 川粉与俄粉河流之势日益明显 与上述悲观论调相反 我也看到一些支持特朗普的亲无人士 疯狂转发和评论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时 马斯克加入会谈 特朗普和马斯克表达对乌友好 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立场 甚至认为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支持 将比拜登更多了 甚至认为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支持 将比拜登更果断 缘无力度将更大 我之前点评过泽连斯基转述的 与特朗普电话交流的情况 泽连斯基公开表示 在现有接触线上停火 为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绝对不可接受 我认为过度渲染特朗普 马斯克与泽连斯基寒暄时的客气化 忽视了泽连斯基透露的实质上内容 与特朗普的一贯公开主张 是片面与幼稚的 我尽可能给大家真实 客观的俄乌战争分析 绝不会为了迎合 绝大多数的国人的认识 为加剧观众焦虑而人缘予云 也绝不会为满足部分人 一厢情愿的幻想 而夸大西方阵营 缘无立场和乌方战果 报喜不报忧 我不指望有多少人理解我 赞赏我的视频 只求自己心安 对得起自己一生坚守的 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欧盟外交与访务专员 柏雷利11月9日访问基辅 这是他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第五次访务 也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 以官方的身份访务 在乌克兰外交部长 西比哈与柏雷利举行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西比哈透露乌克湾 正在为总统泽连斯基 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 会晤做准备 他指出 赞连斯基和特朗普之间的对话 已经建立起来 他们在美国总统大选后 第一时间通话就证明这一点 西比哈表示 为乌克兰实现公正的和平 并停止俄罗斯的侵略 将乌克兰极其伙伴团结在一起 他重申 乌克兰不会放弃任何 实现公正和平的机会 但绝不会以牺牲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为代价 伯雷利强调了加强对乌克兰 军事支持的必要性 他说 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更快 更多的军事支持 更多的训练能力 更多的资金 更快的补给 以及打击敌人 在其领土上的军事目标的许可 仅仅阻止舰是不够的 你必须攻击弓箭手 他透露 欧盟正在制定针对俄罗斯的 第15轮制裁 该制裁将加强旨在将俄罗斯工业 与进口隔离开来的 反规避措施 伯雷利表示 欧盟必须加强防止 规避制裁的措施 因为俄罗斯没有进口的备件 芯片和其他零部件 就无法组织武器弹药的生产 为应对特朗普上台 可能停止对务援助的新局面 力挺乌克兰的波兰总理图斯克 将展开一系列密集的穿梭外交 图斯克在华沙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未来的几天 他将与法国、英国和北约秘书长 举行会议 揭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 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在乌克兰问题上 各方坚守的立场 图斯克说 毫无疑问 新的政治格局 对每个人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在俄罗斯总统 和新任美国总统之间达成协议 可能结束俄乌战争的情况下 他表示 波兰将与对地缘政治局势 有相似看法的国家协调合作 他与欧洲伙伴会晤的目的 是为整个地区面临的挑战 制定解决方案 图斯克透露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北约秘书长 李特计划很快访问华沙 此外 他计划在华沙或伦敦 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举行会晤 波兰总理提到了访问斯德哥尔摩的计划 以便与北欧五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 进行讨论 根据图斯克的说法 乌克兰战争是影响波兰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强调 任何关于乌克兰的潜在解决方案 只必须确保波兰的安全 并由乌克兰参与 他说 波兰坚持一贯以来的立场 任何人 任何国家 不能背着乌克兰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图斯克直言不讳的说 我们可能会在特朗普总统就职后不久 看到美国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确定乌克兰可以接受美国提议的解决方案 他强调 支持乌克兰的伙伴国必须为一些可能性做好准备 波兰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 是支持乌克兰最给力的国家 但由于两国在农产品贸易 以及历史问题上发生了一些纠纷 双方关系有所降温 不过波兰完成议会选举 并且其西方的图斯克出任政府总理后 双方关系又开始升温 2023年 波兰向乌克兰转交了14架米格29战机和配套的弹药 波兰现在对乌军援较少 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将手中的苏式军火存 已经全部移交给了乌克兰了 包括300多辆坦克 手头只剩下14架正在服役的米格29战机 波兰承诺 在接受到更多的北约制式战机后 会将全部的米格29端交给乌克兰 10月9日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一则俄军上传的视频 俄军残忍的处决了一名手无寸铁 可能受伤的乌克兰士兵 俄军拍摄了行刑的整个过程 并上传到了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 俄比尼茨当天发文 严厉谴责俄军这个的杀服暴行 并致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俄国 敦促他们采取行动 联俄国机构多次发布俄军杀害和虐待乌军战俘的报告 除了浪费一些纸张 似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0月9日 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 听取了乌军无人系统部队 指挥官 瓦蒂姆·苏哈列夫司机上销 关于无人机部队创建 以及该部队每月战果的报告 与会者讨论了在困难情况下 使用无人机的经验 包括在俄军电子干扰情况下 使用拦截器和无人机执行远程任务 希尔斯基特别感谢 B414 CSR无人机团和B412 SBS无人机营的军人 感谢他们高水平的专业精神和效力 他强调 尽管天气条件恶劣 但无人机部队依然表现出了高效率 希尔斯基鼓励无人机部队 继续每周齐天 每天24小时 全天候打击敌来 据无人机系统指挥官汇报 10月份 他们打击了5.2万多个俄军目标 摧毁了129个火炮系统 221个无线电设备和4000多名俄军士兵 希尔斯基将军称 无人机部队作为一支高科技新军 已经成为乌军手中的杀手锏了 要不断的应用新技术 开发新产品 重点是研发生产深度打击无人机 同时不断的研发和推广新的战法 乌军除了新成立的无人机系统部队 还在地面部队各兵种连一级 编入了专门的无人机作战小组 上周泽连斯基在最高统筛部会议上 指示加大无人机生产计划 预计2025年军方将采购200万架各种无人机 其中深度打击无人机产量会有显著的提升 泽连斯基在11月9日晚间 每天例行视频讲话中 透露乌军工企业 今年生产了超过100枚导弹 他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这意味着 乌方有能力以自研导弹摧毁克里米亚 大桥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西利 11月8日 每日电信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争伤亡人数 在今年10月份达到了新的高峰 他说 英国国防情报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 10月份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平均每日伤亡 达到了新高 平均每日损失率为每天1354人 他透露 根据英国国防情报部门的数据 2024年10月 俄军伤亡41980人 此前俄军阅兵力损失高点 是2024年5月创下的39110人 英国估计自2024年2月24日以来 截至2024年10月底 俄罗斯可能已经遭受了超过 29.6万人的伤亡 英国情报部门评估的俄军伤亡人数 与乌克兰每天公布的俄军战损统计是一致的 许多人怀疑乌方夸大了俄军的战损 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多次说过 乌方公布的俄军战损 与英美情报机构和第三方权威战争研究机构的评估 极为吻合 11月9日 武汉安全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的化工厂 上传到了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视频显示 袭击导致了猛烈的爆炸并引发大火 据乌方通报 该企业生产的材料主要满足俄武器 以及火箭航天工业等需求 该化工厂还生产用于制造大口径弹药的部件 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继续在各个基础线上进行厮杀 全是俄军连排级规模的人肉冲锋 扣尔斯克战场依然没有变化 双方基础线最近两周几乎被冻结 武汉战场上 双方主要在顿内茨克州西南部厮杀 布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方向 交战最为激烈 在库拉霍夫方向 俄方在两处宽约一公里的基础线上 向前推进了约200米 显然是俄罗斯 彻多彻尾的谎言 当然俄军最近两个月在猛烈进攻中 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 也确实淡去了一些乌韩领土 包括乌军去年夏天大反攻时 在扎布罗尔州 奥里西夫南面收复的地区 现在几乎全部丢失了 在交战最为激烈的 顿尼茨克州 恰西夫亚尔 托里茨克 布克罗夫斯克 库拉霍夫 武赫勒达尔方向 俄军在局部基础线上 以每天平均100米到150米的速度 缓慢的向前推进 在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的疯狂进攻面前 乌军没有选择硬碰硬的寸土不让 而是以预设阵地给予俄军最大杀伤 以最小牺牲最大限度的消耗俄军人员和装备 我坚信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 有两则来自库尔斯克战场的最新战况 乌军10月10日通报 在过去两天里 乌第95空土旅在库尔斯克地区机动防御 沉重打击了俄军 比810海军陆战旅的28个作战单位 杀死了100多名敌军 并导致100多名俄军重伤 乌克兰武装部队支持部队司令部 通信部10月9日表示 10月该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设置了雷区 成功摧毁了俄军7辆装甲运车 7辆步兵战车 1辆虎式装甲车和5辆T72坦克 乌军哈尔科夫作战集群发言人 叶夫亨 罗曼诺夫10月9日在媒体上表示 由于大量的俄军坦克装甲车被摧毁 尽管俄军将一些老旧库存修复后投入战场 但俄军新增的装备数量远远赶不上损失数量 因此俄军越来越依赖没有装甲的防护的情况下 对乌军阵地发动了极为低窖的人肉冲锋 这位乌军发言人的说法 跟我看到的俄军兵力损失越来越大 装备损失却越来越少相吻合 由量变到质变 即使俄方新增了一些朝鲜炮灰 这样的高强度消耗战 俄军总有一天会全线崩溃 对乌军